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阿里山 打算来个两天一夜 白雪村松松行 我们先到新高口登山口 这边有停车场 所以超级方便的 那我们这边就是 曲右边进入林道 一进入霞山林道啊 就会被笔直的铁山林给包围 其实真的超漂亮的 过一下子呢 就会看到额玉山登山口 这边我们就不往上 而是往前继续走 会知道白雪村这个地方啊 其实是有一次在逛YouTube的时候 被推播到 那时候就想说 诶 台湾曾经有一个村落 叫做白雪村吗这样 那时候就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就觉得很失忆 白雪村呢又称为水山村 两个名字都超级漂亮的 过去这边其实是采集爱玉 还有提炼蟑螂为主 不过啊之后 因为蟑螂的产业逐渐没落 而且村里对外的交通 又超级不方便 于是居民就陆续的迁村 直到1995年最后一户迁出之后呢 白雪村也正式的走向历史 今天来走白雪村 然后其实刚才已经走一段了 那这次是跟上次一起爬西卵的伙伴一起爬山 这次还多了一个女生 所以这次的性别比非常平均 超赞 对 那我们今天目的地是到南安营地杂营 隔天才上白雪村 目前走到现在都很平缓 几乎没有什么上上下下 然后明天应该比较硬一点 就是到南安营地之后要下切八百才会到白雪村 所以等于说 那个就是还要再上切八百回来 就比较累 走了一阵子来到大水湖列寮 还有一些酒瓶汉碗 真的是蛮酷的 自从上次走南安堂上西卵之后 其实就对于这种充满废弃感的地方是很着迷的 总觉得可以透过那些遗留下来的物件 盼到一些关于过去的所有 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因为那是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时代 但此刻站在这里的我却敢大胆的想象说 如果我现在就是住在这边 或者是我过去的我 其实就生活在这里 那会是什么样的样子 这里有一些抖抖抖的地方 这样感觉蛮明显的路基 接下来要往上 这一趟呢其实几乎都是被树林包围着 几乎呢不太会晒到太阳 阳光穿透树林的光影真的很美 今天的目标呢是走到南安营地住一晚 沿途呢有几个止水点 记得一定要在抵达南安营地前就补好水 因为南安营地到白雪村这一段 其实是完全没有水源的 这一趟呢沿途还会有一些落石跟倒木 跟一点点的崩塌地形 可是也不用太紧张 因为小心通过 不会到太难 最近呢陷入了一段 算自我诋毁的过程吧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就是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啊 你就会下意识地否定那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最近的自己 严重有这样子的问题 最近也是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然后失眠 工作也是 情感也是 反正就是 一两趟的夹在一起就变得 整个生活状态没有到很好 但都还在努力啊 我觉得人活着好像就一直在失衡 在平衡 在失衡 在平衡的 但我觉得最近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失衡 让我心情上蛮平静的 开始是思考自己下班的计划 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会出一首单曲 希望是跟山有关的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前面蛮漂亮的 找到达了 大约走了四个小时 我们终于抵达了南安营地 这里的地形其实是很平坦 而且超大 整个都被山木林给包围着 我真的觉得 这应该是我整趟旅程中 觉得最开心 最浪漫 觉得最最最漂亮 如果之后有机会 我觉得我会再来第二次 到这边野营 因为我真的觉得 被这样树木包围的感觉 太浪漫了 那这里呢 也有一些古早味的玻璃瓶 还有酱油瓶 接着呢 我们就速速的开始搭帐篷 有了上一次搭帐篷的经验 其实这一次搭起来就顺利很多 然后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顺便就买帐篷了 因为其实我这一次 跟上一次租的帐篷 都是同样的这一顶 然后它其实价位也不会到很高 然后就觉得 好像租的价钱 都已经可以买一顶的价钱 所以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应该就是带自己的帐篷了 希望希望 希望我还有钱 新买的睡店 今天的晚餐呢 是大家一起吃火锅 很感谢队友的提议 突然觉得呢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刻 其实是很温馨的 我好像过往其实蛮少有这样子的经验 看起来超赞的 可以吃饭了 可以吃饭了 今天的我们就吃一吃 然后呢 就睡觉了 早安 我们日记凌晨四点出发前往白雪村 从南安营地到白雪村这一段呢 大概是整趟路程中最难的一段 一开始呢会是一个小小的上坡 我们就马上来了一个小迷路 之后呢就是不间断的抖下 一想到待会回程的抖上就 呃我真的很不想努力了 我们走在漆黑里 好在接近夏季 大约在五点半的时候 光也渐渐地透出来了 太阳要出来哩 走到华香岭的时候其实就代表离白雪村不远咯 我们现在就走在这一片树林里 其实蛮都遮蔽了所以感觉不会很热 但还是很热 就是因为温度的关系 然后我们有在搬搬桶枝 我觉得蛮漂亮的 不过这躲下真的太累人了 我可以帮你进入脱衣服的过程 谢谢你啊 我下次还是专门修穿这衣服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一定想说这个人一直在模仿他 终于看到了白雪村 这一切真的都太累太累了 想到等一下上去就更累 道理道理 早上六点抵达白雪村了 这里真的很像一处被冻结的村落 废弃的屋子 各式各样破旧的生活雾气 真的都太酷了 进去看看 这是什么 苦茶粉 很可爱 然后棉被 还有外套 为什么 雨鞋 酷爆了 这里也有 但现在充满垃圾 好难想象 真的之前有拽着 感觉去了7月就要三天三夜了 这里有很多小孩的鞋子 好可爱哦 那房子都倒塌了 觉得很酷 我想进去 可是我有点不敢进去 感觉是厨房的地方 这个好像是弄那个什么 红萝卜的那个 这是山水14号 感觉是生命厅 这两天一直跌倒的 不知道为什么 哇 这边 一下就看光光了 有一些酒瓶 感觉那个是音响 这里也有间 好像觉得这好可爱哦 哇 裁工车耶 其实有一种 真的有很曾经住在这的感觉 虽然我知道 这是真的有很住在这 要哭在这里 看这里很哭耶 就是 很哭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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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绕完一圈了 休息一下就准备回程咯 过程中呢真的是苦不堪言 我们大概走了三个小时 回到南安营地 回来了 这一趟其实老实说走起来 我觉得没有像吸完那样子的开心 但当然这是跟自己的心境有关 我觉得这一趟比较像是逼自己出来 散心的感觉 因为其实在出发前就有发生一些 超超超超级难过的事情 于是我自己就经历了一段 非常长的自暴自弃的时间 虽然我知道就是 每个人的生活真的都很不容易 但每一次自己在被困住的时候 就觉得 我真的不想努力了这样 总之我觉得 其实每个人真的活着都不容易 希望我们都一起 越来越好 有缘的话 我们就在山里见咯 那如果平地想见面的话 也欢迎可以来听我唱歌 如果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可以追踪我IG 通常都会在上面发布 那你知道这叫什么? 叫什么? 人家书业有赚工 我赚工书业 哦哦哦哦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